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台湾关系吧 一个中国政策讲了什么 讲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美国方面双银 美国认识的 在台南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交合同国关于建交的联合通报 1979年1月1日 美国合同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范围内 美国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在台湾关系 在台湾关系法中 美国强调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政府 此后 此后台湾是非中华民国政府 非官方关系 非政府关系 我 人民 人民 人民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美国政府 非官方关系 非官方关系 非政府关系 美国在1982年8月17日 美国在1982年8月17日 中国方面重申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 它与中国的关系 它重申 它民意侵略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疑 当下中国的内政 也民意 执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政策 美国政府理解 并说了1979年1月1日 听他发表的 到台湾通报书的细节 中美关系的发展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而是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与稳定 双方全身等着平等获利的原则 加强经济文化 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的联系 为继续发展 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共同做出努力 根据这一点 台湾关系法将强调 台湾与美国 台湾关系法强调 台湾和美国是非政府关系 非公共关系 非中华民国关系 非代表中华民国 这明确概念 和内涵和外园 任何一个中国的内涵都有一定的内涵和外园 两个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国在英国现场上是统一的 一个中国 科广事务是互相联系的 它反映着科幻事务的时间观念 民主观念 民主概念 和国家概念的本质 人民的思想要明确 要做到概念明确 这也是明确 概念的内涵和外园 中华民国的国民 使中国在零云 1945年 在零云国注册着 中国的国民 這叫民可民 非常民 這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民伏其實的中華民國 這是同一個概念 如果看到這一概念的外延和另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延和中華民國在人國註冊的外延 是完全存在的 那麼這兩個國家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就是同一關係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現在的中華民國 這叫同一性 同一性關係 同一關係 完全存和 第二個 所種關係 台灣和中華民國是所種關係 對手的時候 就是說台灣完全存在中華民國的一個省 那一部分它不能夠代表中華民國 就是南人模仿它不能夠代替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能夠代表中華民國 這叫成河的概念 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 台灣省 不能夠代表中華民國 這就是台灣都是它的內涵 何不以來 不存在 台灣和中國是所種關係 和中華民國是所種關係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也是所種關係 成名說的互不利所 這個是完全存在 因為法律沒有授權 國際法給你授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你授權 你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那麼 根據國際法 這個政府不能夠解決這個 不存在問題 不能完成你國家統一問題 那麼就是最好的問題 所以 從鄧小廷裡面聽到 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 或者他提出科技法長官 習近平被握一個新式講 當日要解決 還要養治台灣問題 當日要解決 國家統一問題 這個問題就說明 這個 中國大陸在解決台灣人 採取了 這個採取了 過固定的 改良的這個做法 就是说没有生存于一切 没有中国的同性、时效性 还有是所谨关系 没有共鸣内心 两岸不是台湾体制是丰益关系 没有平等、丰益是不对的 两岸关系 一个是代表中华民国 一个是代表中华民国台湾省 台湾省排马、飞马 它是中华民国的一派站 它的地位、共同国和中央政府都统合起来 这个是九二共十报是特意正义的 没有漏洞 什么叫交叉关系呢 交叉关系是两个概念的外言 有一部分是重合的 这个外言是什么外言呢 零雯外言就是中美关系的外言 还有就是说 在联合国这个地位是一个外言 1971年 1958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現在1958年以後 這個叫做外援 中國民國的外援就不存在了 它實際性就沒有可追溯性了 這個就是不存在交叉關係 但是存在什麼 存在著臺灣和美國的交叉關係 美國這個臺灣關係打 就把國內法和在香港言語中 這個關係叫做交叉關係 這個交叉關係有一部分是重合的 就是美國不成年1979年以後 臺灣叫非中華民國 這個是重合的 這個是交叉的 非官方關係這個是交叉的 是重合的 因為非政府關係 只有一個政府 美國不承認臺灣當局 是中國的一個政府 不承認 因為它不能代表中國 最不能代表中國 也不能代表中華民國 所以臺灣打的中華民國旗號 賣的是台獨和獨台的狗狼 男人就說它是中華民國簽證的 它的時間是在1979年以後 1979年以後 美國不承認 它們是中華民國 也不承認 中華民國的地區領導人 是中華民國總統 這就是交叉關係的這個關係 什麼是對立關係 兩岸現在是維持現狀 不是和平、安全、冷定的現狀 這個是台南關係法當中的一個錯話 因為它是美國的國內法 所以中國沒有權利去搬上美國的國內法 它的國內法授權是來自美國國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 也就是說在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判斷 兩岸關係的現狀是錯誤的 是不準確的 是自相矛盾的 因為這個是對立的關係 是同一屬性的概念之上 中國關係呢 台灣關係 兩岸關係 是內中華民國內戰的關係 對立的關係 這叫對立關係 在同一概念上 兩種概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強調 它是中華民國的唯一 合法組成代表 台灣也強調 它也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的合法的主權代表 但是經過聯合國授權 台灣就把台灣原來 蔣介石在1971年 258主義之前的代表中華民國的代表權被剝奪了 這個就是政府的權力被剝奪了 所以這個是個對立的 一個是說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存在了 一個是說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存在了 另外矛盾關係 從這兩岸之間的台灣關係法的矛盾 你至於你的錯誤的判斷 你錯誤的 每個方面錯誤的認為 維持勝負 就是維持台海 安全和平和穩定 因為台海戰爭 台海是屬於戰爭狀態 這等於 現在是戰爭狀態一樣 戰爭狀態就是非政治手段 非和平手段 對峙 這戰爭狀態沒有決定戰爭狀態的戰爭法 你要就簽訂和平主義 雙方簽訂 或者是另一方投降 另一方接受另一方 接受聯合國授權 大陸接受不接受聯合國 只有中華民國這個現場上的一個法律 沒有中國原則的授權 接受2758的決議 中華民國政府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好 大陸接受了 這叫做大陸方面 但是台灣方面 這叫做矛盾關係 對立關係 台灣不承認大陸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在蔣介石接班的時期 大陸不承認大陸是代表中華民國 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這個叫做非力接班 畢業去除了以後 人們會去除蔣介石的代表 然後蔣介石就提出雙重代表權法 也就是台湾当地 世界台湾当地 包括蒋经国 包括李东辉提出了 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两国来代表人生 两国来代表原来的中华民国 这个就是分裂了中华民国的主权 这里美国成了一个国家 主权不可以动作 所以他说一个国家的主权 这个是分裂的中华 这个是分裂的中华 分裂是一分没二 一分没七 所以李东辉这个是个 台湾的分裂的主立者 所以他造成的分裂和他的政治流毒就是分裂中華民國 他成為中華民民中華民國 他就不跟你啊 因為全世界都成為中華民國 他又成為自己是個另外一個國家 這個就是台獨的一個主導思想 因為這種思想 獨化 土石 忽悠了台灣2300萬人 包括沒有國際文明的蔡英文 台灣大政治系畢業的成績點 還有包括美國馬里蘭馬學 哈佛那學畢業的滿意族 也沒有認識到中華民國可以用中華民國來代表自己的不取當局 這個是一個違法 違法 違法的條文 巴民國憲法的限制 巴民國憲法的成立 這個是我們下一步要講的 第一個 美國認為的台海憲法 維持台海憲法是和平台海憲法的和平安全能力 這就是台海憲法的判斷 這就叫做限制 美國台海憲法的限制 限制不大 這叫限制不大 概念 定裂不大 概念不大 限制不大 定義錯誤 因為兩岸當局 兩岸 中國的兩岸當局 都認為自己是中華民國的內戰少未結束 是處於戰爭狀態 大陸沒有意義 臺灣也沒有意義 可是你為什麼 美國加油判斷 因為處在戰爭狀態 你因為戰爭狀態 現在戰爭狀態 就是和平穩定 和平安全穩定這個狀態 這個是你自己美國政府 1979年卡特政府 制定台海憲法的人的錯誤的判斷 你表面線上臨時的問題 當時是和平狀態 但是是處於內部的 透過線上看本質 它是台海的關係 就是現在的兵凶戰危 是戰爭進行時 沒有戰爭沒有結束 為什麼沒有結束 根據戰爭法 你必須簽定和平條約 或者投降 另一方投降 或者是承認聯合國的 雙方都承認聯合國的 2758號決議 或者是無統關係 是包含關係 是中華民國是個完整性 統一性 國立性的問題 臺灣方面拒絕承認 臺灣方面強調 互不隸屬 這個就是一個敵我矛盾 這個問題的方法 不是用中國大陸共產黨 鄧小平和江澤民 和習近平 這就是一個錯誤的會臺政策 就是鼓勵臺灣 在這個不同各官各母 一種各表 臺灣是帶著中華民國的前提下 這個錯誤這個前提的 必要討論不存在 我們講啊 美國強調什麼呢 是一個 所以 中國共產黨 中國政府 你在 從國家沒有統一的條例下 沒有這個前提不存在 你制定的 臺灣會臺 做中華 錯誤的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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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臺灣是分裂主義者 你這樣的判斷 這個說明 和平可能一和兩制的錯誤 它出來也是錯誤的 這個是鄧小平在設計一和兩制這個 和平統一這個概念上是錯誤的根 但其實這處 正處差行的問題是兩岸已經統一了 tại 它們把臺灣的 固定化 核實化 就把核實枱 相反模式 這個是鄧小平 毛澤東在法律概念上 就是不清不楚 因為模糊任性 這個就是誤打 誤國 誤民 這個就叫做值得思考和推銷的問題 這個判斷 我們提到了邏輯判斷 我們判斷台灣是代表中華民國 這個是可以進尾的 中華民國國就是中華民國 可是中華民國國政府不承認 這也是說的 中華民國國也是可以進尾的 所以這個問題呢 這個極端談判斷 鄧小平的一種三元一條 中華民國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為什麼這個是可以進尾的呢 中國是一種幾千年的概念 中華民國是一個政府的 聯合國國的一個 一個現在的觀念 是現在進行史 因為法律上沒有廢除中華民國 那麼就誰代表中華民國的問題 這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對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軍備不清楚 不準確 所以概念模糊 概念錯誤 因為中華民國就是代表聯合國現場的中華民國 這就是判斷錯誤 這叫實際上判斷了 判斷的分類可以分開 還有全稱肯定判斷 還有全稱否定判斷 很多大陸人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中華民國 這種方面就叫全稱否定判斷 全稱肯定在內 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叫全稱 這個是正確的 特別的稱呼判斷 特別稱呼判斷 這是1949年 正學會議上 在判斷的國號時 加了一個快活 中華民國的運動文化 快活 中華民國 這個叫特殊否定判斷 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是成立的新政府 不是新國家 這個就是特殊否定 中華民國 把這個射馬呢 概念呢 把成立中華民國 也成為一個新命令的新國家 這也是判斷的錯誤 這個請問他們 因為一個地方 只能有一個反省的國家 就同一家的同一性 這一點是中華人民國 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 王滬寧 還有胡錦濤 一直到習近平的先戰 包括全國人大 全國政治協商會議 沒有搞清楚 沒有判斷不準確的地方 這就是在兩岸關係上 還有一個國家稱呼的幹線 林考林 非常明 林不正 就嚴不順 嚴不順 你就事不成 事不成就 事不服 台灣就不服 現在 你為什麼怎麼來解釋呢 就按照聯合國憲章 按照法律來解釋 法不授權 不可廢除 按照黨的領導來決定 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 封建地勢 創立的中華民國 這是成立的創立了 這是必要條件 有沒有好東西呢 沒有 好東西 中華民國的 反對 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並沒有完成 這句話判斷也是正確的 可是 又出現了 中華民、中華國 這個判斷不準確 新中國是哪個新中國 是另一個中國新中國嗎 毛澤東在新英國的理論上 就是尋名所持的中華民國 就是尼泊其實的中華民國 這個是準確的 但是 由於掌握了政權 就是要稱王稱帝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就是司徒雷登的司徒 不是司徒雷登 司徒 或是司徒 就提出了一個擺槽觀看 這個是就憑張新走的問題 所以呢 中國共產黨 和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 就犯了一個理論上 犯了一個判斷錯誤 這個判斷錯誤 因為直到現在沒有改正 因為你沒有認識到 中華人民共和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你不敢統一解放台灣 不敢把革命制定到底 還要搞方便的 一國兩制就是方便專制 台灣就是台灣 大陸就是大陸 就是極限之聲相反 老實不相反 這個就叫做一國兩制 這個就叫分裂中華民國 這個就叫做量刺 量刺 這個設計不大 對結構不穩定 這個就是新中國的娛樂中央的結構 不完整 不統一 站不穩 這個位置結構就兩人選擇 你到底想跟台灣民國 還是選擇台灣民國 這個沒有解決 這個問題推理呢 哪有我們推理 推理呢 現在這個問題必須解決 如果習近平不能解決 這個在二十大以後 這個第三個任期內不能解決 那就說明 政府不能解決 回答統一的問題 第一個是回答統一的問題 第二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問題 第三個 是中國人民解放全體人民的 人民代表大會 政治信仰代表大會 這個人民的問題 這些問題 就是歷史的一個問題 那麼解決不了的 第一個 如果你第三個 這個二十大以後的任期內 解決不了 那麼 憲法就讓你 就把這個位置 國家組織的位置 就讓出來 如果始終還不再解決 那麼中國人民 就習近平說的 我們不能統一 中國人民不能統一 人民就要受難 國家就不可能民族振興 在發展你國家的統一 那麼這是一個分線的國家 如果國家主權不同意 那麼什麼也談得上 這是歸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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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歸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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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推薦和爭取成为2024的联邦打扳 那么它需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说 不要讲讲因为是总统提供 第二个参议院讨论通过 第三个正议院讨论通过 这三个只有一个就可以 三个只有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是后话了 这个视频也是作为一个考试题的答件 美军港考在美国的首都京城港考的考试题 这是上交的第一个答件 谢谢大家 还有不得 明确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同一关系 这两概念的内涵和外言 完全重合 这就是两岸中国 14亿人民和台湾2300万人 严重的政治误判 《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Public Law 96》 《896th Congress and Act》 《政策的判定及声明》 第二条 一 由于美国总统已终止美国和台湾统治当局 在1979年1月1日前 美国承认其为中华民国间的政府关系 美国国会认为 有必要制定本法 一 有助于维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及稳定 二 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及台湾人民间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各种关系 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推行 二 美国的政策如下 一 维持及促进美国人民与台湾之人民间广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各种关系 并且维持及促进美国人民与中国大陆人民及其他西太平洋地区人民间的同种关系 二 表明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台湾关系法 Public Law 96-89-19 Congress and Act 政策的判定及声明 第二条 一 由于美国总统已终止美国和台湾统治当局 在1979年1月1日前 美国承认其为中华民国间的政府关系 美国国会认为有必要制定本法 一 有助于维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及稳定 二 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及台湾人民间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各种关系 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推行 二 美国的政策如下 一 维持及促进美国人民与台湾之人民间广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各种关系 并且维持及促进美国人民与中国大陆人民及其他西太平洋地区人民间的同种关系 二、表明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